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A点 然后把它移到B点上面 那一路上呢 这个Tested Charge呢 我要保持它的受力是等于0 换句话说 我要撕一个力给它 让这个Tested Charge Total的Force 它的TotalForce 把它上起来的话是等于0的话 那F加上Q1 这个是等于0 所以F的话呢 是等于负的Q01 那这个F所做的功 WAB呢 它就是等于 F.DR 从A点到B点 那换句话说 这个就等于 负的Q01 E Dot DX 从A点到B点 那我们定义什么呢 我们定义 这个 WAV 就是A点到B点 除以Q0 E 就是等 VA B点到B OK 那换句话说 这个呢 就等于 负的 A 1 E D 上许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讲说 我们一般 in-general 但是这个不是 不是 永远成立的 就是说 in-general 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 在 R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他Va 是等于0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Vb 我就等于是负的 从无穷大的位置 移到V点 那 这个 E dot dr 就是我的定位 那这个 基本上面就是 对应这个位能的 电位能的零点 电位的零点来 来看这个V点的电位的多少 那 电位基本上 最主要定义它还是一个 difference 的概念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的 那这上一堂课 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这个点电货 那这个point charge 的部分 你的1就等于4π 150分之R平方分之QR 所以 所以 依照这个结果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Vb 减 va 4等于4π1190分之1 q 然后 Rv分之1-ra分之1 这是我们 你只要把它带进去 然后做一个积分 就可以得出来的结果 这都是上一堂课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基本上面 Ra 如果是等无穷大的水 那这一项就是等于D 那这一项等于0的时候 换句话说 Vb ok 或者说 我们说 在R位置 它的电位呢 就是等于R分之Q 这是点电货的情况 那 一个point charge 是这样的情况 假设我现在 有一群的点电货 OK 那一群的点电货的部分呢 Q1 Q2 非常多个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说 你随便取一个 未能零点 那未能零点 一旦取了以后 这个就是R2 这就是R3 然后这就是R1 OK 这就是R5 然后R4 那基本上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 R的位置 随便R的位置 那它的电位是多少 假设我们把 R等于无穷眼的地方 视为电位零点的时候 那R位置的电位 就是所有的 每一个point charge 对应R无穷眼 它的电位都是这么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 每一个把它加起来 OK 这是有N个charge 那换句话说 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假设我现在 这一个一个呢 已经累积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一个distribution的部分呢 你就会看到就是 你说每一个小小的element 都是dq 的charge 那我说 我取一个圆点 那每一个这个dq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rpound pound的话代表的是 这个source的来源的位置 那我说 我要去看一下 在这个p点 它的电位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面 p点 它到底它的电位是多少 你可以看到的 最重要的一个事实 对不起 这个地方可能还要给你们一点 这里面ri是不对的 讲到这里的话 我把它写一下 写到这边来 因为这个ri是在这个p点 但是呢 对p点而言 每一个点电荷到p的位置 把它写化 这个已经几乎在直线上 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严谨的来看待它的时候 那是4πi 就像你qi qi qi的位置在哪里呢 是等于这个向量跟这个向量的 r-ri的绝对值 这都是每一个都是一个向量 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这一点是零点的话 p点的位置的话 是零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如果是p点 零点的位置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summationri分子qi i等于1到n ok ok 好 那 你现在是continue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p点的位置到每一个底q到p点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r-r'这个的向量 r-r'那换句话说 你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积分 4pi 4pi 一向量 在 dq 这个charge 距离你要算的 是r-r' ok 然后所有的dq 你把它加整起来 这样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就是p点 至charge dq的距离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你的dq跟你的r-r'这个距离 是你要连续的再变化 dq的位置不同的话 r-r'就跟着不同 那最麻烦的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但是 对电位来讲的话 比电厂 幸运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它是一个scale 那 它是一个存量的话呢 你就 在这个积分里面 你不需要去考量向量的 这个分开来计算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第一个 我们在算电位的时候 比算电厂还来的什么 一几一点 第二个部分 你在看 你在计算电厂的时候 那上面的部分的话呢 底下的部分 这是平方 现在这是一次方 所以在微积分上面 也许更简单一点点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一个disk 那这个disk呢 是charge disk 全部是带电的 那我说 对这个带电的 圆盘来讲 我要去求 这个对称轴 上面的一点 批点 那到底它的电位是多少 那换句话讲 现在我们把 这个 是圆点 我们把这个圆盘呢 分为 一圈一圈的 同心圆 那你这个同心圆 这个charge 就是半径 我说这是半径R 你把 那我们这一圈呢 这一圈就是代表的 那这个 宽度 就是底R 所以 你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的面积 是等于多少 这个面积 斜线部分的面积 你等于多少 2part 底R 这是最基本的 你一定要能够知道说 这个面积是多少 那你现在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原因很简单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上面的个点 距离批点 其实是什么 它的距离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 一个群来看待它 所以 在这里面的DQ 就是等于 我的面电荷密度 乘上面积 这是DQ 好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说 这是一个 这是Z 的位置 这是R OK 那我们可以知道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里面 就是Z平方 加 R平方 的开根号 这是红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马上 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的这个 VP 提点呢 它是等于 4π 1 0 1 DQ 5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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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拿出来 那 这个是等 BQ 把它放进来 BQ 是等 2π R Z平方 加 所以 现在你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随着你的Charge 位置不同 你的 P点到Charge的 这个距离也跟着变 那我们说 G分是从哪里开始 G R从0开始 一直G到什么 G到这个Disk的 最大半径 所以这是从0G到A 有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问题了 所以这个G分应该 很简单吧 那G分有问题吗 有人说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吧 这个G分没问题的 有问题的 请举手 没问题的请举手 好 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马上看出来 就整个计算出来的结果 A平方加Z平方 9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是 当我的Z A A大于A的时候 那你看到了 Z A大于A的时候 这一项 Z平方加A平方 开根号 这一项 他就几乎是什么 A已经很小 这个就是几乎是 这个 把Z提出来 然后 E加Z平方分之A平方的 开二分之一次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直接把这一项就拿掉 那这边就是Z Z减Z就等于0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第二项保留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就等于 Z 减 加上 二分之一的 Z平方A平方 所以 一除 你就知道 我们的Disk 的Potential 就等于 2 一零零分之四 Z 看嘛 然后 二分之一 Z平方A平方 看一下 1 加上二分之一Z平方 这边好像 有没有漏掉什么 OK 这边还有一个Z 所以是搞 对不起 对不起 把Z拿出来 因为order不对 Z 提出来 E加 所以 order 这是少掉的 所以从这里 你就马上可以看到 我们的TotalQ 实际上 实际上是 这个 面电荷密度 乘以PiA平方 所以 Potential 就等于 4Pi 一零零 上面Pi 就是等于Q 然后 Z分之一 那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感觉 这是在Z Z 大于A 的时候 那 非常合理 因为 当Z 非常 眼的时候 你就几乎 可以把整个Disk 当成是什么 一个Pointed Charge 一样 集中在 眼点的位置 OK 这代表说 你的物理是没有错的 好 这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我刚刚说 这里为什么我哪里错 就是我的order不对了 所以我会去检查 我这边到底哪个地方错 所以你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过算完了以后 记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自己的计算有没有错误 你不是只有用数学去检查 你还要用你的物理概念 去把它上一看 到底哪里有没有问题 那你就可以double check 的情况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了 我们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是 从我们的定义 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是 我们知道 电厂以后 我 就可以去求得我的电位 就是我知道电厂 我求电厂 那你 你现在也知道说 那如果我知道电位呢 可不可以 由电位 反推回来求电厂 应该可以的 那接的就是 我们要讲的 我们知道电位 我们要去求电厂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你刚刚已经知道了 我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定义 就是 所谓的电位是什么 所谓的电位就是说 我单位的电荷 从A点 一到B点 我对这个系统 所做的工 换句话说 比如 两点之间的定位 就是等于 六分之 这个test charge 没关系 然后从A点到B点 当中 所做的工 这个 其实 所代表的就是 我们在这里 用微分的形式 来把它表示出来而已 那这是一个 从A点到B点 那 这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DV 跟你从A点到B点 工 之前我们已经定义好的部分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工 Q0 然后DV呢 你刚刚已经知道了 把它写出来 就是我们F.dl 然后也等于 F的话就是 Fu的Q0 E.dl 再回到我们原来的 那个定义里面 那 DW的部分 是Q0 乘上DV 所以 所以 基本上面 DV跟E 跟L 电场 的关系 我直接就可以把它写成E 或者 我就直接把 这个呢 就写成是什么 电场E 这部分 这部分 电场E的方向 那DL呢 是你移动的路径 所以 所以 电场E 跟DL 那DOT 是不是就是 Cos 那 换句话说 这个 E cos Cita 其实 其实 讲穿的就是 电场 在DL上面的什么 投影 对不对 或者说 电场 在DL上面的分量 E cos Cita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 我是不是可以 就是 DL DL的意思 就是 等于 我的电场 在DL上面的分量 好 一旦我这样子写以后 我就直接了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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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 E E 所以移的路径并不影响 你要去计算 你的component的 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 你可以虚拟一下说 我沿着X方向移 我沿着Y方向移 我沿着Z方向移 所以当你 DL你是沿着X方向移动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EX就等负的DVDX 那你这样表示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语病的 原因是什么 当我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以三度空间来看待 我从A点要移到B点 那我可以说 我沿着X方向移 我沿着X方向移 然后这B点的位置在这里 当我沿着X方向移的时候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Y跟Z有没有变 没有变 所以本来这个potential 是XYZ的函数 你现在DL是沿着X方向移 的意思是在我沿着XYZ方向移的时候 Y跟Z是保持定值的 对不对 所以在维基分上面 这本来是一个全维分 全维分的部分的话呢 现在Y跟Z这两个变数 你是保持定值 所以你现在 你不能用全维分来表示 你要用偏维分来表示 偏维分的意思就是 Long V long S的意思就是 当Y跟Z固定的时候 只有X改变 那换句话说 如果维基分的概念 DataXVX加DataXYZ 减VXYZ 没有 Y跟Z这两个变数是固定的 只有X在改变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好 你已经知道 我如果把它变成只有X方向 我的X方向的分量 我已经知道 同样的道理 我可以沿着Y方向 我也可以沿着Z方向 那沿着Y方向 所以DL如果现在是沿着Y方向 的话 那换句话说 这个部分就是 EY的component 就等负的 Rong V Rong Y 这个意思就是 X跟Z 是定值 那沿着Z方向 那就是负的Rong V Rong Y 所以全部的电场一样 它是 1X的I component 加1Y的Z component 加1Z的K component 放句话说 现在你就可以把它写成Rong V Rong X 加上Z的Rong V Rong Y 加上K的Rong V Rong Z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要打瞌睡了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你都是对 这个Potential在尾分 所以我们在数学上 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写成Rong Rong X 再加上Rong Rong Y 再加上Rong Rong Z X Y Z 害怕 不用害怕 只是把它移出来而已 那这一项 这里面还少了一个负号 那这一项呢 框起来的这个呢 平常我们在数学上面 你们不是下学期会有一个应用数学吗 有吗 就马上会上到啊 数物 对不对 这就是负的 gradient V 这一个 倒三角形 你不要把它以为老师写错了 倒三角形 就是代表这一个 这叫T度 我们叫做Gradient 就是代表T度 就是代表微分的意思 你如果要想象T度是什么 你就想象一座高三 你想象一座高三 你们平常不是都在看那个什么 那个登商的时候 不是在看地图都有那个等高线吗 对不对 等高线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里纬度700 那600 不是纬度那个高度 700600500400300 那这个呢 你就会想象的到 用想的 这个是比较尖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座高三一定是中间比较尖 然后旁边比较宽 这样子的情况嘛 对不对 好 有没有 可不可以想象的出来 可以 好 那你现在站在某一点上面 你说它的T度是多少 那就是这个学历啊 只不过它现在是什么 三度空间的学历 这是我们的T度 你如果把一个弹珠放在这个地方某一点 那你说你要求那一点的T度 那就代表什么 那个弹珠滚下去的位置就是它的T度 让你了解吗 所以就是 不同方向它的协力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T度的部分 它是这个 对 还有 可能 这也就是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